人工智慧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应该不少人每天都会喊出 OK Google 或者是 Hey Siri 让智慧助理帮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事 或是问他一些很白痴的问题 有一次我听到我老公叫 Siri 说他很可爱 结果 Siri 说 抱歉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过他真的蛮可爱的啦 大家应该都做过这种事哦 但是一些更难的事情 过去的人工智慧软体 大概只能帮你搜寻网页资料 但现在出现了 ChatGPT 这个由美国人工智慧研究实验室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 不但可以回答你各种问题 还可以帮你写作业和论文 甚至通过法学院考试还可以写歌 我试着玩了一下 虽然中文简繁交杂的情况不少 而且资讯还是有误 但是学习能力超强的 重点是错了就会说 I'm sorry 对不起 很有礼貌 感觉很受教 那我也试着问一些色色的问题 就是你知道的那些 得到的答案都是 可能违反内容政策 要向专家咨询 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界线的 有专家认为人类可能很快 会被 ChatGPT 取代 我们来看看有可能吗 大家好 我们来自周中海 发表属宽 小发明 大革命 到底是什么让 ChatGPT 这么厉害呢 根据 OpenAI 官方网站 他们采用了神经网路技术 模仿大脑神经系统的运作方式 设计出一个可以分析 大量数据的大型语言模型 透过机器 学习人类使用词汇 标点符号的方式 再让机器反复练习特定任务的 强化学习法 最终 ChatGPT 学会了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虽然它的界面看起来很阳春 就像是网路聊天时的对话框 不过它可以写论文 写电脑程式 甚至是做出一些医疗诊断的猜测 直接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说出答案 纽约时报用真正的 美国国家考试作文指引 要求ChatGPT写出一篇文章 再把文章混入四年级到八年级小朋友的作文里面 交给儿童写作专家来判断 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专家 可以完全找出机器人写的文章 如果不是因为学校老师有些小技巧 可以知道学生会犯哪些错误 那基本上很难判断 纽约时报导呢 北密西根大学一名教授说 他在帮学生作业打分数的时候呢 发现其中一篇写得特别好 简洁有力 举例恰当 论点也很严谨 他本来以为呢 这名学生找了枪手代写 但学生说呢 自己只不过是用了ChatGPT 让老师非常震惊 不知写作业哦 考法学院也难不倒他 根据CNN的报导呢 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队ChatGPT 进行了四门课程的考试 虽然分数不高 但通通都有及格 同时呢 也通过了沃顿商学院的考试 面对这些新的教育挑战呢 CNN报导 纽约是禁止了在学校中使用ChatGPT 认为呢 虽然呢他可以提供快速简单的答案 但是对于培养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一点帮助都没有 有趣的是为了防止ChatGPT帮忙作弊 史丹佛大学研发了一款叫做 DetectGPT的人工智慧 可以判断哪些文章是由ChatGPT写的 果然想对付AI 还是只能靠AI啊 为了不让OpenAI的ChatGPT专美于前 Google最近也赶紧推出自家的 对话式AI服务BART 要来一较高下 中国搜寻引擎龙头百度也宣布 即将在三月推出聊天机器人 文心一言 看来这场AI大战只会越来越白热化 回顾历史呢 科学家一直在尝试让人工智慧 越来越像真人 电脑支付图灵呢 在1950年发明了图灵测试 由提问者事先准备好题目 让机器和人类坐在另一个房间回答 提问者要透过答案来判断 谁是人 谁是机器 只要机器的回答成功骗过了人类 就表示越来越接近真人 多年来呢 顶尖高手不断尝试 想让人工智慧通过图灵测试 遗孤的麻省理工学院荣修教授 威森包姆 在1966年时 就发表过一款聊天机器人 Alisa 用来治疗心理疾病 卫报说呢 它会把使用者的话 重新整理之后呢 再用问问题的方式说一遍 当时呢 有许多人呢 把Alisa当成真的心理治疗师 敞开心扉 把最深处的想法都跟他说 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史密森迪杂志则说呢 莫斯科的研究人员也发表过一款 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 据说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 不过几年前呢 有人问他 骆驼有几只脚的时候 他回答说 应该是两只到四只之间吧 大概是三只 你觉得这样的答案算不算智慧呢 人工智慧当然还是会出现错误讯息 或者是产出具有偏见的内容 像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说呢 微软曾在2016年发布过 一个人工智慧机器人叫Tay 会在推特上呢 跟网友互动 回复网友推文 还可以从其他人发表的内容当中学习 结果短短24小时内 原本很乖的Tay 竟然被网友带坏了 开始发一些不雅和种族主义的推文 最后微软不得不紧急把Tay下架 虽然ChadGPT已经接近真人 好像无所不能 但不是万无一失 数据和资安专家 投书纽约时报指出呢 在ChadGPT可以自动撰写评论的情况底下 很有可能发出上百万条的评论 来影响选举 比网军还快 而且还更便宜 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 此外呢 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讯息 研发ChadGPT的OpenAI处理的方法 就是请人标示出来之后一出 实在杂志报导 他们把这个工作外包给肯亚的萨玛公司 问题来了 这些工人实行不到60块台币 却要冒着精神受创的风险 不断处理色情和暴力语言 实在杂志认为 这是一种剥削 呼吁大众 要关注这些AI产业背后的隐形工人 不知道大家玩过ChadGPT了没 还没试过的朋友要把握时间了 ChadGPT已经开始推订阅制了 每个月是台币600元左右 免费版虽然可以继续使用 但在尖峰时段会限制使用的人数 玩过的朋友们 你们的感想是什么呢 觉得ChadGPT像真人吗 你们跟他进行了什么有趣的对话 欢迎来跟我分享